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遭罗治罪名而判刑多年的党外人士 甚至因藏匿施明德 也入狱多年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牧师们 美丽岛伤痕之深 难以磨灭 后来审判过程大公开 美丽岛事件因而举时轰动 也刺激了台湾民众对政治的觉醒 进而促使台湾进入改革开放 解言 解报警 解党警 等风起云涌的80年代 成为台湾民主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这一季台湾演绎 要带您还原台湾民主运动发展中 重要的美丽岛事件 戒言时期 人民不能组织政党 但想要对抗威权体制的人逐渐汇集 形成一股反对势力 他们被称为党外 狭子庭义雄 张俊宏 在第六届审议员选举 高票荡选的胜利 党外的气势如日中天 1978年12月5日 党外人士第一次全台大串联 在台北市中山堂 举办全国党外候选人 中外记者招待会 准备在同年底 拿下更多国大代表 以及立法委员的席次 党外所推出的40多位候选人 全精力亮眼 也颇具声望 严重威胁国民党长期垄断 明代电台的主事 12月16日凌晨 美国突然宣布 将与中共建交 并和台湾断交 蒋经国总统立刻在中午 发布紧急处分令 台湾全面军事戒备 明代增额选举延期举行 因为类似选举 如果能够完成的话 相信是第一次党外候选人 会非常大规模都会当选 所以国民党非常的紧张 结果逮到一个机会 就是美国跟台湾断交 所以以这个做借口 因为他们怕全输输的 外交断交 然后选举又选输了 非常难看 所以以这个做借口 来宣布这个选举中止 这是没有道理 国民党一天到晚断交 这根本不是什么国家的危机 这只是一个借口 选举停止 制服也展开对党外异议人士的 证述行动 1979年1月21日 逮捕党外精神领袖 前高雄县长于登发父子 证明是涉嫌参与匪谍叛乱 杀鸡儆和的做法 逼得许姓良 张俊宏 林医雄等人 发动桥头事件 走上街头拉布条抗议 声援于登发父子 大家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 一定会被利用成为 苏联这些党外人士的 一个借口 不知道谁会看到 现在抓得到 就整个民主运动就大退潮 政府企图压制党外人士组织政党的可能 于是出书 办杂志 就成为党外人士抒发的管道 也酝酿出政党的雏形 一本名为美丽岛的杂志 在1979年9月创刊 主持人都是重量级的党外人士 包括由立法委员黄信介 担任杂志的发行人 桃园县长许姓良 出任社长 刚拿到美国哈佛大学 法学硕士返国的吕秀莲 和黄信介的胞弟黄天福 同时挂名副社长 刚当选审议员的张俊宏 担任杂志社总编辑 施明德则是担任总经理一职 另外律师姚嘉文 省议员林毅雄 则挂名发行管理人 没有上架的通路 只凭口耳相传 创开后大买七万本 造成空洞 短短三个月之内 各县市的服务处接连成立 也让美丽岛杂志社 成了反对运动的大本营 这位美丽岛十字第一期 六位高兴华部长生日 十位台中生日 十位南岛生日 十二位扁冬生日 美丽岛十字出来 人家刚刚办公室 抓紧给你钱 来买百中 美丽岛就是更报社 三百分 不可能 兩百五十分給你 大家買十幾萬 都是一個月後 外國收錢 美麗就是人家 跟報社 路邊檔 拿錢來 要不知道今天要出來 一早就來到白天 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現象 法庭兩人經過那一輩子後 百貨很多 要得到的猶豫不決 沒想到要加一個美麗島政團的共濟人員 經過都加上 美麗島十字 誰想不是十字 它是一個政團 美麗島雜誌裡的文章 含得盡是反戒嚴 反專制的民主運動 因此 美麗島這三個字 成為反對運動的代名詞 也成為當局的眼中釘 各地方的服務處不斷傳出 被不明人士搗毀的消息 十幾千年 我的這個服務處 其實我當時是所見的 美穿來的 不然來這裡幾十個 一個少年客人 要撿波頭 要撿開山等人 要撿錢 那現在將我的這個服務處 都在當地生日 十幾萬八個屏東服務處 要生日嗎 去撿波頭去撐人 他們的用客人來撿 就用客人來撿 用客人來撿兩邊 那些客人撿拳 一邊 鵝仔把你撿 就把你撿 撿到四處 他不撿了 因為黨外人士 對情治單位 懷疑顏色 雙方更加對立 1979年12月9日 正為隔日世界的全日活動 醜化的美麗島雜誌社 高雄服務處義工 搖火箭 邱昇雄 遭到古山分局的警察毆打 訪問人士怒不可惡群起雞昂 兩個人撿去打得很累 兩個人給他打得很累 撿去打 要把他拖 那個古山分局是那種的 是在小山的山下嘛 那那個分局有斜坡 岩斜坡建築嘛 有階梯嘛 階梯喔 把他撿倒邊 嘴都撿到階梯 嘴都撿到階梯 都撿到長長的 要撿到火 還要撿到重點 結果就發現 這兩個人是被打得遍體淋傷 是從計程車上被抬下來 當時可以說大家 每一個人都很情情激憤 說怎麼會兩個人出去掀船車上 然後被打得在他的那個衣服上面 全部看到就是腳印血跡 然後就立即把這兩個人送到醫院 所以當時的情緒 整個那個氣氛是非常緊張 還可以看到好像三以五以來 那樣的一個感覺 1979年12月10日 世界人權日 原本規劃的世界人權日 大遊行照常舉行 嚇著前一晚古山事件的憤怒 北中南各地有更多的群眾 自發心的加入遊行行列 晚上六點半左右 群眾開始聚集在 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的前面 遊行隊伍 由施明德 姚家文領軍 大家拿著火把 標語 要求廢除戒嚴令 釋放政治犯 既然是世界人權日 拿著火炬代表光明 然後這種火炬傳承 然後那時候我們人權 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很浪漫的象徵 我們認為他跟平常 我們每一次沒有什麼兩樣 沒有什麼不一樣 一家台灣傭兒子一樣 人家那個傻網已經 都已經在那裡 然後所有的人製造這個氣氛 讓每個人自投羅網 不DR 不DR 連啊 那